好 有些人在这个出外旅游的时候啊 常常会碰到这种不愉快的经验 就是呢 被载到休息站强迫你买药 或者呢 是载你到这个庙口 或者是夜市呢 那么让你买这些来路不明的乘药 高雄市调处呢 现在就破获了一个伪药集团 就是利用这些方式呢 推销各种的假药 害得民众不但花钱 而且吃假药倒药必须牺牲 这每一台的游览车司机 可以拿到三千块钱的小费 就把游客莫名其妙再到这休息站 强迫推销买药 或者是假药的业者开着小巴士 到了夜市开始叫卖 要到来听他会先发一块那个牌子 给他们 然后他卖完了之后就会 就给他们来领洗衣粉 高雄市调处破获 温药集团数量多达六十万颗 像这苦瓜丹 号称可以清干解毒 吃了青春豆永远不会冒出来 其实这里头含了绿莓素 长期服用将会导致贫血 这东西我们一般现在 大部分都只用在我们那个结膜盐 我的外用药 那个药膏 这个东西如果长期服用的话 在药学医学上会有一种疾病 叫做再征兴的不良性贫血 这台古董级的分药机 也说明了这胃药集团 其实就是早年在地下电台卖药 已经去世的 Ongloasen的徒子徒孙 而就是因为卖药利润惊人 才会抓不胜抓